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来自丹麦的一个小城 他来自丹麦的首都 两个素不相识的癌症病人 却因为中国有了共同的生命奇迹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跨越千里的童话 在丹麦冬天还没有过去 气候非常地寒冷 有两位晚期癌症患者正怀着希望 坐着到中国去的准备 他们要去中国南方一个温暖的城市广州 在那里广州富大肿瘤医院是他们的目的地 42岁的杰森是晚期小细胞肺癌的患者 在丹麦经过六期的化疗之后又做过放疗 但是肿瘤没有被控制 死亡是丹麦医生给他的唯一出路 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根本无法再承受化疗的副作用 他真的只能等死吗 经过一家人的努力 在家乡他筹集到了治疗经费 在母亲的陪伴下他来到了广州 来中国之前是一无所知 选择中国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种方法 当我决定来中国的时候 家人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他们也去互联网上搜索这个医院 他们最后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医院 我们都通过各种渠道 去寻找能够帮助杰森的治疗方法 通过互联网等等 通过互联网 我们得知有丹麦的癌症病人 在中国广州获得了理想的治疗 朗晚期广泛转移的癌症病人 在经受了三次手术和多期化疗之后 医生停止了对他的一切治疗 拒绝了他要再次手术的请求 在朋友们的怀疑和阻挡中 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中国的路程 他希望在中国找到生的希望 就是在选择的时候 我上网找到了复大医院 然后看到了复大的资料 我觉得他们所提供的一些治疗方法 都是在西方国家也是被接受的 对我来说 癌症像是一个盲人摸象 也就是可能摸到一个部位而已 但是我在慢慢地摸 直到摸到全部 我在想怎么样积极地克服这个癌症 杰森和朗都满怀着希望 但是他们都毕竟是晚期的癌症患者 都经过一年的治疗 病情没有得到控制 也一样被他们的医生判定无法治疗 复大肿瘤医院能帮得了他们吗 这个病人他就不想放弃自己的治疗 他就来到了中国 来到了我们医院 那么我们医院呢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观点问题 就是说这个癌症病人 你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病人他已经完成了常规的治疗 那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当然一个就是让他自愿等待 那黑股肯定是复发转移 第二个就是我们采取机器的办法 来控制 或者预防他的复发和转移 我们对他一个评价 第一个他是个中管区 这个病是不可治愈的 我们把病引导给病人 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第一能不能把肿瘤有一个控制 第二能不能让病人的症状减轻 延长他一段生命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病人有这个希望 医生如果能够延长病人一天 我们都要去努力 该放弃吗 生命中该有多少无法割舍 该争取吗 哪里才是方向 癌症是他们共同的遭遇 他们该到哪里寻找希望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跨越千里的童话 2009年2月25日 杰森和他的妈妈来到广州 这个美丽的亚热带城市 和他的家乡是那么的不同 福大肿瘤医院派来的医生 把他们接到了医院 而这所医院 也和他们见过的医院 有太大的不同 刚来的时候 工作人员到机场来接我们 很友好的来帮我提行李 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感觉我并不是在医院治疗 而是住在宾馆里 杰森的会诊没有一丝耽搁 在充分了解了他的病情 和身体状况后 徐克成教授和牛智利博士 率领的团队 很快制定出了治疗的方案 这个方案被形象地称作 量体裁医的综合治疗方法 我们治疗的是人 在我们中国来讲 就要以人为本 你医生就要以人为本 而以人为本呢 最关键的就是 让人得到生存的好处 身后责量得到提高 所以在我们医院呢 我们就把这个生存率的提高 生命存活器的延长 这么一个主要目标 这可能就是我们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理念 那么经过反复的 这样子一个研究 在我们医院 就把两种办法 比较好的结合在一起 一个是从全身机体 全身系统来进行治疗 全身机体的无非就是 传统都认为是化疗 是全身治疗咯 还有免疫治疗 也是全身提高免疫力的治疗咯 这是我们做一个全身治疗的一个方案 对局部治疗的方案 我们任意放射冷冻治疗 和放射粒子植入为主 所以我们经过全身和局部的治疗 希望对他的癌症 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专家们肯定的答复 周密的安排 精心的准备 给了杰森巨大的鼓舞 难以忍受的长时间的病痛折磨 在得到无法治疗结论后的巨大精神压力 在这一刻 好像都因为有了希望而得到了缓解 年迈的老母亲也终于感到希望没有破灭 我很高兴 因为他们跟我说 在这里我可以接受治疗 可以变得更好 在丹麦的时候 而我只能慢慢地等死 杰森禁不住 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子 他要让院在丹麦还在挂念 他的父亲 妹妹 儿子 能和他一起分享 这一个好消息 但是 以徐克城院长和牛智利博士的经验 他们深知 他们又一次选择了面对难题 杰森的病情已经无法手术 他也曾经接受过化疗和放疗 然而肿瘤却没有被阻止 所以这位医生来讲 应该充分地理解彼女 她的想法 哪怕她生命得到一个延长一个很有钱的时间 她的生活责量得到提高 她到现在为止 她说她什么也没有感觉 都非常好了 她就很开心 我认为我们医生应该来做这一天 在接受局部治疗之前 恢复杰森的免疫力和体力 是治疗的必要条件 也可以说是治疗的一个重要步骤 因为这样她来的时候 她经过化疗 身体很虚弱 免疫力很低 我们想尽快地恢复她的集体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免疫治疗 就是这样考虑的 同时调理她的身体 能恢复好一点 再给她做局部的冷冻手术 一心想来中国的朗 不断地受到朋友们善意的阻拦 于是我确定下来想来中国 但是我的很多朋友说 等一下 这里可能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再等一下这个信息 那个信息什么的 在等的时间里 我的心就更坚定地 想要来到中国 于是下定决心的朗 比杰森更早一些 来到富大肿瘤医院 在中国 朗接受了她患癌症 一年来的第四次手术 切除了乙状结肠肿瘤 她还接受了多处肿瘤的 亚海道冷冻 点粒子植入术和化疗 这些综合使用的治疗方法 治疗的结果是 她的肿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当被癌症和医生 医生给我做了手术了 然后不但是手术 我还接受了四到五种 别的治疗方法 身体正在恢复的杰森 从医生那里 从像朗一样的病人那里知道 她将要接受 微疮冷冻治疗 终于她既盼望又紧张地 等到了这一天 冷冻治疗不仅仅具有局部的作用 而且还有一个全身性的 免疫促进作用 这是我们选择的冷冻治疗 一个重大的一个 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微疮冷冻治疗 是把穿刺的冷冻针 在超声或CT的引导下 穿到肿瘤里去 做局部定向冷冻 这种治疗能达到两个目的 首先是消除肿瘤 或者减少肿瘤的体积 形象地说 就是肿瘤可以被冻掉 或者冻死 而用这种方法 临床统计发现 能引起病人全身性的免疫 这些发现说明 冷冻治疗不仅有局部的作用 而且对全身免疫 有促进作用 一进来 到了我们院去黑 一般肿瘤都是比较大的 不能开到了 那我们就先用冷冻的办法 冷冻的办法 可能肿瘤不能完全切除掉 但是我们把它的 大多数的肿瘤 把它冻死了 这叫消灭电源有剩力量 第二个要扶持 我们体内的免疫功能 让这个瘤细胞去消灭 残存的那些癌细胞 所以连载的结合 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此 癌症治疗 全身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在冷冻手术时 杰森的体内同时被放入放射性粒子 这些粒子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肿瘤的复发 而进行的内部放疗 术后的杰森恢复得很快 体重增加了 心情也变得愉快 由于冷冻治疗 病人痛苦感觉小 可以重复做 于是在2009年的7月 杰森再次来到了富大肿瘤医院 开始很陌生 有点不安 担心那些针插在我身上 这一次来我感觉好多了 当然很高兴 感觉来中国治疗得到了收益 家人支持我来中国 进行第二次治疗 他是一位晚期肺癌患者 他是一位广泛转移的晚期癌症病人 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欧丹麦 他们要到中国寻找生命的希望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跨越千里的童话 2009年9月 牛志力博士再次来到丹麦 这是传送童话国度最美丽的季节 他无暇欣赏美景 也没有感到丝毫疲劳 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 他见到的每一个他曾经治疗过的病人 都让他感到欣喜 在朗舒适的公寓里 牛志力博士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以精心准备的食物 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 朗兴致勃勃 滔滔不绝地述说 他刚刚参加中学同学的聚会 朗认真幸福地描述着 他们一起唱歌 一起疯闹 神情就好像还是一个女中学生 完全看不出晚期癌症病人的样子 而朗刚刚做的派的CT的影像 更让牛志力博士感到放心 因为挂念杰森 牛志力博士匆匆赶往他的家乡霍森斯 因为他的病情严重 学科程院长也是实时挂念着他的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他每个几个月或者半年来一次 来一次 其实如果有新的肿瘤 还可以进行冷冻的 那么即使没有新的肿瘤 给他进行一些鸣鱼的一些保健 杰森的情况让牛志力博士感到欣慰 在儿子的眼里 杰森不再是一个病人 他依旧是一个称职风趣的好父亲 他们可以一起玩喜欢的游戏 可以一起唱歌 一起讨论他遇到的问题 接着呢 这种病灶还是比较大的 他第一次三月份在我们医院来了以后 我们又给他做了免疫 以后就给他做了颜碍到冷冻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到最近又来复查 七月份来复查 又通过PET CT来检查 绝大部分肿瘤都坏死了 还有一些小的边缘 还有一些小的国性的肿瘤 所以我们又给他做了第二次 压害到冷冻手术 总体来讲呢 局部的控制率还是非常好的 对于在中国的治疗 在医院的生活 曾经不相识的杰森和朗 有着说不完的共同的话题 他们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 他们有比在自己的祖国多得多的共同话题 一点都不后悔 很感恩可以来到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要来到中国是一个很难的路程 但是对我来说 就觉得是离开家 可能有一点点小的麻烦 就是我不会说中文 但是我在中国很安全 在这里我的生活都很好 在我的病房都有网络 我还可以和家人一起沟通 朗和杰森都是开朗善谈的人 2009年的9月 他们又相聚在广州 在富大肿楼医院 他们再次接受了 为他们量体裁医班 并做的综合治疗 也结识了更多来自各个国家的 癌症病人 对于癌症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宗旨 就是三分之一可以预防 三分之一可以根治 三分之一经过综合治疗 可以长期生存 因此 我们祝福他们和专家们一起努力 珍惜生命 永不放弃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就力争百分之百的效果 好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 正在发生的科学故事